美国感恩节假期到来 各大机场出现满满人潮 今年是美国迈入后疫情阶段的第一个感恩节 许多民众已经快要三年没有返乡 迫不及待跟家人团聚 也有不少人准备趁着假期出游 美国汽车协会预估 今年感恩节返乡人潮将达五千五百万人 几乎恢复到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准 估计将有四千九百万人选择开车 四百五十万人选择搭机 黑色星期五将在感恩节隔天的二十五号登场 为年底的购物旺季揭开序幕 尽管通膨高涨 经济乌云笼罩 进入后疫情的第一个感恩耶诞假期 还是让民众更舍得花钱 美国零售业相当看好黑色星期五 和紧接而来的网购星期一将带来的业绩 全美零售协会预估 有1亿6630万人打算在感恩节 到网购星期一期间大采购一番 不过通膨居高不下造成的冲击 在加州洛杉矶的游民巷还是十分显著 当地慈善机构按照惯例在感恩节前夕 提供免费的感恩节大餐 无家可归的街友和低收家庭排队 好几个小时领餐凸显通膨高涨 加深贫富差距的问题 欢迎视频里面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